蹲蹲 真正喜歡上這個運動 其實就是因為比賽開始得名 開始贏了 之後就發現真的戒不掉這個感覺 曾經去韓國 訓練了一個月的短道速滑 那段日子真的像在地獄 就是每天早上可能四點就要起床 一整天的練習 通常練完回去休息的時候 都已經十二點多了 前面第一個禮拜 去的選手沒有一個不哭的 我覺得那時候最怕聽到的 就是門鈴的聲音 然後就 天啊,又要起床 又要練習了 但也是因為那段這樣苦日子 才有現在這樣子玩到這麼好的技術 曾經有想說要放棄的念頭 是在準備試運那個時候 全部的人都把第一斤擺在我身上 他們每講的一句這種加油啊,不要緊張 都像是一塊寫成的 壓力的石頭就跌到我頭上 可是有想到你比賽一場上面去贏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會覺得 這一點苦真的什麼都不算了 贏的感覺真的很好 而且贏過之後就不會想要再輸別人了 剩下的野截 好的 我是黃煜庭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挑戰世界 Tstar 台灣之新 發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